张化县一名高中男生在日月民工的灵修地点莫园被虐待致死案 张化地方法院昨天首度开庭 死者的母亲黄芬雀等六名被告出庭应讯 他们坦诚参与施暴 但同时强调是迫于日月民工创办人陈巧明的命令 戴着口罩遭虐死的詹姓高中生六名被告 低头快步走进法庭不发抑郁 你们要跟法官说什么吗 承审法官陈德池逐一确认六名被告参与施暴打詹姓高中生的程度 被告都指向迫于陈巧明的命令才施暴 在庭讯中 张厨余的母亲黄芬雀速度哽咽 表示陈巧明和其他教友用施暴汉囚禁的方式 强迫儿子写字白 承认有吸毒及交入帮派 甚至最后还禁止他带儿子就医 张厨余的姐姐肯定母亲替弟弟讨公道的表现 我替妈妈感到很开心 尤其是刚刚妈妈在庭上的表现 她非常的稳 而且一字一句把所有事情经过一字不漏的讲出来 觉得她真的可以继续加油 然后替弟弟讨回这个公道 六名被告坦承犯罪事实 但对于伤害致死强制罪及剥夺行动自由罪名有意见 而被告辩护律师质疑 无法排除张厨余有吸毒的可能性 法官表示被告坦身犯行 但却质疑证据力实在没有必要 而张厨余姐姐也很生气 认为被告没有悔过之心 生气的啊 因为验尸报告确实就是已经是无毒反应了 那为什么要去争执说 多久会残留啊 什么之类的 没有意义啊 10号下午针对詹姆黄芬雀 及其他五人进行准备停 而自压中的日月民工负责人陈巧明 同案被告无人府 则是在11号上午出庭 记者网上彭万群长话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ntent